郑孝须在北京被罗振郁气跑之后,转年春天回到了我的身边,这时罗振郁逐渐遭到怀疑和冷淡,敌对的人逐渐增多,而郑孝须却受到了我的欢迎和日益增长的信赖,陈宝琛和胡寺院跟他的关系也相当融洽。 1925年,我派他总管总务处,1928年,又派他总管外务,派他的儿子正锤承办外务,一同做我对外联络活动的代表。 后来,他与我之间的关系,可以说是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,他比陈宝琛更随和我。 那次我会见张作霖,事前他和陈宝琛都表示反对,事后,陈宝琛鼓着嘴不说话,他却说,张作霖有此诚意表示,见之亦善,他和胡寺院都是善于争辩的,但是胡寺院出口或成文,只用些老古典,而他却能用一些洋知识。 如莫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,日本怎么有个明智维新,英国《泰晤士报》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,这是胡寺院望尘莫及的。 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,然而讲到我的未来,绝没有郑孝区那种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,那种满腔热情,动辄声泪俱下。 有一次,他在给我讲通鉴时,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,帝国的版图,将超越圣祖人皇帝一朝的规模。 那时荆诸江有三座,一在北京,一在南京,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,他说话时是秃头摇晃,拓星四溅,中至四肢颤动,老泪横流。 有时,在同一件事上说的几句话,也让我觉出陈宝琛和郑孝区的不同。 在康有为次世问题上,他两人都是反对的,陈宝琛在反对之余,还表示以后少次是违妥,而他在发表反对意见之后,又添了这么一句, 误须之余,将来自然要拿到朝义上去定,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。 郑孝区和罗振郁都积极为复辟而奔走活动,但郑孝区的主张更使我动心,虽然他也是屡次反对我出阳和移居屡顺,大连的计划的。 郑孝区反对我离开天津到任何地方去,是七年来一贯的,甚至到九一八事变发生,罗振郁带着关东军的策划来找我的时候,他仍然不赞成我动身,这除了由于他和罗振郁的对立,不愿我被罗垄断居起,以及他比罗略多一点慎重之外,还有一条被人们忽视了的原因,这就是,他当时并不把日本当作唯一的依靠, 他所追求的东西,是列强共管,在天津时代,郑孝区有个著名的三共论,他常说,大清亡于共和,共和将亡于共产,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,他把北伐战争是看作要实行共产的,这次革命战争失败后,他还是念不绝口,他说,又闹罢工了,罢客了,外国人的商业受到了损失, 怎能不出头来管,他的三共论表面上看,好像是他的感慨,其实是他的理想,他的愿望,如果考察一下正,罗二人与日本人的结交历史,正到日本做中国使馆的书记公是1891年,罗迈古玩字画, 办上海农报,由此结识了给农报一书的日人滕贤建峰,是在1896年,正结交日人比罗要早五年,但是,罗振郁自从认识了日本方面的朋友,眼睛里就只有日本人,辛亥后,他把复辟希望,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, 而郑校区却在日本看见了列强,从那时起,他就认为,中国老百姓不用说,连做官的也都无能,没出息,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,来经营, 他比张之洞的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,更发展了一步,不但要西洋技术,西洋资本,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,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克卿训练, 统领,不然的话,中国永远是乱的一团糟,中国的资源白白藏在地里,国主江山迟早被乱党,乱民抢走,以致毁灭,侵害革命以后,他认为,要想复辟成功,绝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,这种帮忙如何才能实现呢? 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,那时关于列强共管中国的主张,经常可以从天津外文报纸上看到,郑孝须对这类言论极为留意,曾认真地抄近他的日记,札记,同时还叫他的儿子郑锤一成给我。 这是1927年6月9日,登在日文报纸《天津日日新闻》上的一篇,英人提倡共管中国联合社英经特约通信,据证件某要人表示意见为,中国县局,日行纷乱, 旅华外国观察家曾留心考察,以为中国人民虚后长久时期,方能解决内部纠纷,外国如欲作军事的或外交的干涉,以解决中国时局问题,乃不可能之事。 其唯一方法,只有组织国际共管中国委员会,由英美法日得意六国各派代表一名为该会委员,以完全管理中国境内之军事。 各委员之任期为三年,期内担任完全责任,首先由各国代筹250兆元以为行政经费,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当委员, 委员人才须与美国商务部长胡佛氏相仿佛,此外,又组织对该委员会负责之中外混合委员会,使中国人得在上述之会内受训练。 郑孝须认为,这类的计划如果能实现,我的复位的时机变到了。 那年夏天,我听了罗振郁的劝说,打算到日本去,郑孝须就根据那篇文章勾起的幻想, 向我提出了《流金不动》,静后共管的劝告,这是他记在日记里的一段,五月物子二十四日,六月二十三日, 一行在,赵剑,徐日领事约谈情形,急去日誓,因奏约,京成于授于天津,皇帝与天下游位理也。 中原士大夫与列国人士尤德常接,气脉未寒,若去金一步,则行事大变,是为去国亡命,自绝于天下。 若寄居日本,则必为日本所留,兴父之望绝矣,自古忠兴之主,必借兵力。 金则海内大乱,日久莫能安吉,列国通不得已,乃遣兵自保其商业。 他日非为中国致义贤主,则将其争端,其获亦大。 故今日,皇上御徒忠兴,不必带兵力也,但是圣德令明章于中外,必有人人欲以为君之日。 他提出过不少使圣德令明章于中外的办法,如用我的名义捐款助阵,用我的名义编转清朝历代政要,用我的名义倡议召开世界各国米兵会议等等。 有的我照办了,有的无法办,我也表示了赞许和同意。 我委任澳国亡命贵族阿特蒂南爵到欧洲,为我进行游说宣传。 临行时,郑孝须亲自向他说明,将来如蒙各国支持复国,立刻先实行这四条政策。 一,设责任内阁,阁员参用客卿。 二,禁卫军以客将统帅教练。 三,速办张家口,一离铁路,用借款包工之策。 四,国内设立之官办商办事业,现五年内一体成立。 郑孝须的想法,以后日益体系化了。 有一次,他说,帝国铁路将四通八达,矿山无处不开,学校教育以孔教为基础。 我问他,列强真的会投资吗? 他说,他们要赚钱,一定争先孔后。 臣当年承办爱魂铁路,投资承包的就是如此。 可惜朝廷给压下了,有些守旧大臣竟看不出这是大有便宜。 那时我还不知道,作为辛亥革命风暴导火线的铁路国有化政策,原来就是郑孝须给盛宣怀做幕府时出的主意。 假若我当时知道这事,就准不会再那样相信他。 当时听他说起办铁路,只想到这样的问题,可是辛亥国变不就是川,向各地路况的是闹起来的吗? 他附和说,是的,所以,臣的方策中有官办有商办,不过中国人穷,钱少少办,外国人富,投资多多办,这很公平合理。 我又曾问过他,那些外国人肯来当差吗? 他说,代如上宾,许以优待,想以特权,绝无不来之理。 我又问他,许多外国人都来投资,如果他们争起来怎么办? 他很有把握地说,唯因如此,他们更非尊重皇上不可。 这就是由共管论引申出来的日益体系化的政孝须的政策,也是我所赞许的政策。 我和他共同认为,只有这样,才能取回我的宝座,继续大清的气脉,恢复宗室觉罗,文武尘辽,士大夫等等的旧日光景。 郑孝须在我出宫后,曾向段祺瑞活动复原还宫,在我到天津后,曾支持我拉拢军阀,政客的活动。 但是,在他心里始终没忘掉这个理想,特别是在其他活动旅不见效的情况下,他在这方面的愿望尤其显得热烈。 这在使用谢米诺夫这位客卿的问题上,分外的可以看出来。 当我把接见谢米诺夫的问题提出来时,陈宝春担心的是,这件事会引起外界的责难。 郑孝须着急的,却是怕我背着他和罗振宇进行这件事。 他对陈宝春说,反对召见,反而使皇上必不咨询,不如为皇上仇意妥善紧密之策,召见一次。 结果,谢米诺夫这个关系便叫他拉到手上了,使他对谢米诺夫最感到兴趣的,是谢和列强的关系。 当谢米诺夫吹嘘列强如何支持他,而各国干涉中国的政局之声又甚嚣尘上的时候, 郑孝须认为时机来了,兴高采烈地给张忠昌和谢米诺夫撮合,让谢米诺夫的党羽多部端到蒙古举兵启事,并且亲自跑上海,跑青岛。 他进行了些什么具体活动,我现在已记忆不清了,只记得他十分得意地写了不少诗。 他的日记里有这样自我欣赏的描写, 陈起忽念尽是,此后波及而复,乃前玄昆转之会,非能创能改之才,不足以应之也。 如袁世凯之谋竄,张勋之复辟,皆以成而炫败,何者,无改创之时,则锐凿而不合矣。 1925年11月,诸人本级卫视,故宜如此,业宇谢米诺夫,包文渊,毕汉章,刘凤池,同志国民饭店,皆大欢畅,约为同志,而推渔为大哥。 1926年5月,英国骗子罗斯,以半报纸助我复辟为名,骗了我一笔钱,后来又托郑孝区介绍银行贷款。 郑孝区因罗是谢米诺夫和多不端的朋友,就用自己的存折作押,给他从银行借了四千元。 郑锤觉得罗斯不可靠,来信请他父亲留心,他回信教训儿子说,不能冒险,焉能举世,后来果然不出他儿子所料,罗斯这笔钱到期不还,银行扣了正的存款抵了账。 尽管如此,当罗斯底下的人又来象征借钱的时候,由于谢米诺夫的关系,经多不端的说情,他又掏出一千元给了那个骗子。 当然,我的钱经他手送出去的,那就更多,被他讥笑为本籍卫士,故意如此的陈宝称。 后来在叹息苏勘正与苏勘,真乃疏忽不堪,之外更加了一句,慷慨,慷慨,岂非康他人之楷。 后来,他又期待各国支持谢米诺夫,转而渴望日本多对谢米诺夫加点进,他又由期待各国共管,转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。 当他的路线转而步,罗振郁后尘的时候,他的眼光远比罗振郁高得多,什么三野公馆以及天津日军司令部和领事馆都不在他眼里,他活动的对象是直接找东京。 不过,他仍然没望共管,他不是把日本看作唯一的外援,而是第一个外援,是求得外援的起点,也可以说是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。 为开放门户请的第一位客人,他提出了到东京活动的建议,得到了我的赞许,得到了方泽公使的同意。 和他同去的,有一个在日本朝野间颇有路子的日本人,泰田外世雄,他经过这个浪人的安排,和军部以及黑龙会方面都发生了接触。 后来,他很满意地告诉我,日本朝野大多数都对我的复辟表示了关心和同情,对我们的未来的开放政策感到了兴趣。 总之,只要时机一到,我们就可以提出请求支援的要求来,关于他在日本活动的详细情形,我已记不清了。 我把他的日记摘入几段如后,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些他在日本广泛活动的蛛丝马迹,八月一筹初九日阴历,夏童,八点抵神户,福田与其友来迎,每日新闻记者邪剧来摄影,邪太田,福田布置西村旅馆小气,忽有炎日爱之住者。 投资云,兵库县得方德公使来殿主招待,兵库县在东京未回,今为汽车为公所用,岁同出至中华会馆,又至补宫庙,复归西村馆,吉富汽车站买票,至西京,入京都大旅馆。 来访者有,大阪时事报社守田庚志,大田之友僧足利静回,盐田之友小山类大六,为国杂社干事,与盐田、福田、太田同志山东馆午饭,夜赴本多吉来访,谭久之,去云,十点将复来,后至十二点,静不至,丙寅初十日,江坊主本,玉于门外,遂同网。 内藤虎来谈久之,太田之友松伟八百当来访,密谈奉天室,丁卯十三日,福田以电话告,常伟昨日已归,急与太田大妻走访之,常伟游卧,告其夫人今日聪来,遂乘电车赴大县,盐田爱之柱与宿底四子聚来访,县立定之,密语于奉天室,消息颇急, 寓于至东京日王访腾田正时,与袁一城,朝日,每日二设接摄影,赋与宿四子共设一影,来访助有经理小苍军。 庚午十四日,常伟来谈,劝取奉天为恢复之机,人身十六日,常伟宇山以电话约勿出,当即来访,遂以汽车同游天晚观金阁寺而至阑山,高峰俏丽,水色甚壁,密林道顶,若无路可入者。 入酒家,意在林中,隐约见颜绣压岩而已,饮酒时余,谈至三时乃去。 鬼有十七日,常伟来赠华善,送至圆山公园,左阿,框家,寿野,内藤,尽重,陵墓皆至,请之高赖一至,为荒木,内村在东京未归。 丙子二十日,坐字,雨,一常伟辞行,太田来云,东京被欢迎者慎重,将先往约期,心四念五日,十一时,至东京下火车,至车站投赐者数十人,小田妾,高田丰村,刚也接来帝国旅馆,雨甚大,盐田,水也没小一来,刚也自吴佩服败后,宽而为僧。 夜宿于此,人五二十六日,水也谈日政府尽状颇祥,位如床赐,后藤,戏川侯,进卫宫,皆可与谈。 鬼位二十七日,送过水也,父同仿床赐,床赐脱离民主党而立昭和俱乐部,将为第三党之魁。 盐田来,小田妾来,大田,白景,水也,殿信夫来,山田来,汪荣宝来,夜赴禁卫宫之曰,做客十余人,小田妾,金田,水也,太田皆在座,禁卫寻尚尽状,且极致殷勤。 甲身二十九日,川田锐碎者称,常委与山之代理人,与松本宏同来约九月初八日会宴,做客为平找齐一郎,书密院副议长,华山之英,前内阁秘书长,木野千四郎,能文,早稻田教授,松平康国,早稻田教授,国分清雅, 诗人,田边碧堂,诗人,内田周平,能汉文,此外,尚十余人,盐田与宿邸第十八子献开来访,今在士官学校,金田敬之海军大佐,邀致麻布区日本料理馆,为海军军令部功宴,主席者为米内少将,做客为,有田八郎,水也没小,中岛少将,原田南爵,东乡之序。 九宝田九情海军中左等,九月秉须说,太田来,参谋本部总长陵木,次长南,以电话约时时会晤,与大七,大田同网,陵木寻上尽状,且云,有恢复之之否,南次长云,如有所求,可以见语,对约,正究将来开放全国之策,时机苟至,必将来求。 吉田敬外务次官约午饭,坐中有,青朴子爵魁梧,刚不常锦子爵,高田中将,石田南爵,有田,盐村,水也,太田的,丁亥初二日,盐田斜线开,李宝敬,刘木禅来访,李刘接在士官学校,更吟初五日,水也,太田来, 与水也同访后藤兴平,谭俄氏良久,鬼寺初八日,宫藤邀同志白景新泰郎宅,戊高山中将,野中,多贺二少将,田锅,松平皆在坐,颇寻行在情形,戊须十三日,太田送至神户登长旗酒,常伟与山自西京来别,复刚,福田接来,十一点半斩轮, 他在日本,被当作我的代表,受到各种热心于恢复清朝的人物的接待,其中有不少原是我的旧交,例如高田丰村是前天津驻屯军司令官,有田八郎和吉田茂,做过天津总领事,白景是副领事,主本多吉是在北京时,把我接近日本兵营的那位大人, 颜田爱之助,就是在我窗外放枪的那位黑龙会会员,电信夫则是不肯在总领事友田面前谈机密的那位黑龙会重要人物,不管他们在中国时怎样不和,这时却彼此融洽无间的共同接待着郑大臣, 除了这些过去曾直接出头露面的以外,那些源居于幕后的大人物,如后来做过首相,录像等要职的禁卫文匡, 与原艺成,米内光正,平找七郎,陵木贯太郎,南次郎,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台的吉田茂等人, 还有一些出名的政客,财阀,此时全都出了面,也许郑孝区和这些人会谈时,他的开放全国之策引起的反应,使他太高兴了, 所以,在委满成立以后,第一批客人已经走进了打开的门户,他仍然没有忘记共管的理想, 一有机会便向外面宣传门户开放,机会均等,这犹如给强盗做底线的仆人,打开了主人家的大门,放进了一帮强盗, 当一帮强盗的大管事,有感不足,一定还要向所有各帮强盗发情帖,以广招来,这自然就惹恼了已经进了门的强盗,一脚把他踢到一边,